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胖 前陣子我們開箱了三星的A51 那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同樣是新的A系列 但是比A51更高階 那就是三星的Galaxy A71 這款A71可以說是三星最近主打的中階機型 它比起A51 螢幕更大、電池更大、記憶體也更大 而且後製相機的畫素也更高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看 這款三星的Galaxy A71它的實際表現如何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首先我們看到機身的正面 是一塊6.7吋的FHD Plus解析度的Super Amity螢幕 螢幕雖然很大 但是我覺得機身並沒有說太厚重 它的厚度只有7.7mm 重量是179g 不過因為大螢幕所以就讓整支手機變得很難攜帶 它採用的是置中挖孔的設計 前鏡頭是3200萬畫素 另外A71也支援螢幕下指紋辨識 機身頂部只有一個麥克風 左側是卡槽 支援4G加4G雙卡雙待 卡槽的部分則是獨立三卡槽 支援記憶卡擴充 機身的右側是音量鍵還有側鍵 左按側鍵的話是鎖定或是喚醒螢幕 長按是開啟Bixby 如果要關機的話可以在下拉選單這邊找到 用不習慣的話你也可以在設定裡面去變更側鍵的功能 就可以恢復成我們習慣長按關機的樣子 或者是作為啟動某個應用程式的熱鍵 個人覺得也是滿方便的 機身底部是3.5GHz機孔 USB-C傳輸附 麥克風還有喇叭 轉到機身的背面可以看到 A71跟A51的設計其實非常的像 都是用這種幾何分割加上線條 還有一點點採用光澤的鍍膜來做一個設計 個人覺得其實還滿漂亮的 那在顏色方面A71總共有三種顏色 分別是黑色、銀色、還有粉色 主相機的部分 A71跟A51一樣都是四鏡頭 排列方式也都是這種方塊造型的 不過在主鏡頭的部分 A71的畫素更高,達到了6400萬畫素 其他三顆鏡頭的規格就跟A71一樣 分別是500萬畫素的景深鏡頭 500萬畫素的微距鏡頭 還有1200萬畫素的123度超廣角鏡頭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A71的實拍效果 主鏡頭的部分 不管是日拍還是夜拍 我覺得拍照的效果都還不錯 操作起來的流暢度我也都覺得很好 夜拍的部分你另外還可以開啟夜間模式 就可以進一步提升畫質 當然它也支援6400萬模式 可以拍攝超大張的照片 而且這個夜景模式在標準鏡頭 還有超廣角鏡頭都可以使用 只不過在標準鏡頭開啟夜景模式之後 它會有一個裁切的倍率 在廣角鏡頭上面則沒有 那除了主鏡頭之外的剩下三顆鏡頭 因為它的規格其實跟A51都差不多 所以拍出來的效果也都差不多 這邊我們就直接看實拍 所有的照片我也都會放在網站 大家可以點說明欄的連結進去查閱 也要將它們碰到網站 效能部分 Galaxy A71它搭載的是高通S730處理器 這是一顆中高階的處理器 內間的記憶體是8GB 內進128GB的儲存空間 實際執行跑分軟體 測出來的成績大概就是中階的水準 不過因為記憶體滿大的 所以一般在操作的時候其實感覺不太到LAG 我也實際執行了一些遊戲 畫質全部盡量開到最高 整體的執行表現也都還算流暢 電力方面 Galaxy A71的電量達到4500mAh 算是滿大的電池 使用PCMark來測試 成績大約是11.5小時 屬於中等稍微偏上的表現 老實說比預期的短了一些 不過它的充電可以達到25W 所以充電的速度會比A51更快 那以上就是這次A71的一個簡單實測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款手機的整個平衡性還不錯 就是它有一個滿不錯的螢幕 然後機身也不會太厚重 整體的表現也還滿流暢的 在相機的可玩性方面我覺得還不錯 拍起來也還滿好的 缺點的部分除了我覺得處理器的效能表現算是普通之外 以它的電池容量來說 它的續航力表現好像也沒有說到非常長 不過這也只是沒有達到我的預期 11.5小時的電池續航力其實已經不差了 那如果你要問說A71跟A51該怎麼選 這邊可以提供你一些參考 A71比A51更好的地方 包括螢幕更大 記憶體更大 電池更大 充電速度更快之外 主鏡頭的畫素也更高 另外它也採用了高通的處理器 售價方面A71則是比A51貴了3000塊左右 哪一款比較值得入手 大家可以自行評估一下 好啦在這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PonPon,我們下次見,掰掰 Romanidades,我們下次見,傳出會有甚麼 如果選擇,roso會好像更快 大的潮汁,我們下次見,不設定 我們下次見,加入一個璧境 我們下次見, monte點兒 我們下次見,進入去 駕車要發射 駕車要發射 RM的成績 RM的制補 RM的成績 RM的成績 FGO 基本是 RM的成績 RM的成績 如果我遇到我,就危險 我不會有這麼簡單的挑戰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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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打開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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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